现在现在收看的是 黄定一百秒 下一位选手由我来推荐 好 杨帆是篮球迷对吧 对 考考你 什么是篮球第六人 篮球第六人嘛 就应该是这个 替补当中的那个 最厉害的 最能得分的 对 没错 而我今天推荐的这位 被称为篮球第七人 就是替补当中 那个最不能得分的 他很特别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好吧 这不是加速放的吧 不是 来 掌声有请篮球第七人 孟飞登场 孟飞 欢迎孟飞 欢迎 很有力 这长了头发之后 我们还真认不出来了 对 此孟飞 飞比孟飞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孟飞 是篮球馆竞赛部 FOP区域清洁员 简单来说就是擦地哥 你知道 蓝鞋专门为他 在总宣言里面 怎么来评价孟飞的吗 说他是平凡而伟大 其实刚才就看了一个视频 我是很震撼 因为我也看过很多篮球比赛 因为我知道这个 因为运动员身体对抗 对抗很激烈 然后身体会流汗 然后地板一滑的话 就会容易比较有危险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出马 出马 然后把它擦干净 但是我没见过擦得那么快 杨范你知道吗 孟飞是一名退伍军人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在篮球赛场上 做这个工作是一件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 平凡不到不能再平凡的事情 但是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 一直以来就是严格要求自己 任何事情在我手中 要么不做 要么就一定要用心去完成 把它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这个在篮球赛场上 其实我因为擦地这个工作 更多的是这个 让我找回了一种自信 当我站到这个篮球赛场 我觉得我和他们篮球运动员 是融一体的 和这个赛场它是一体的 没错 这个我和他们并肩地作战 只有我更好地保障了这个赛场 篮球运动员才能放开去拼搏 然后他们是为国争光的人 他们就应该得到最好的保障 和最好的服务 说得好 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 孟非跟很多球星合影过 因为每一位球员都非常非常地尊重他 你看 这个王志志 郭艾伦 丁燕宇航 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孟非的身世 25岁 来自陕西汉中17岁参军 2012年从沈阳野战部队退伍 后来到了深圳物工 在站牌上看到了深圳一个著名的标语 没错 现在这是一个 来了就是深圳人 来了就做志愿者 他就是到了深圳以后看到这句话 他立刻申请成为了 在深圳举办的四国篮球邀请赛 他当场地清洁员 这就是军人风格 所以是从深圳开始的和篮球基础的生涯 对 2013年因为我到深圳打工 然后我是来自雷锋生前所在部队 一直在部队学习雷锋精神唱雷锋的歌 到了深圳以后看到深圳的义工氛围非常地好 而且我这个人不乐意闲着 我就觉得要在工作之余去发挥自己的余热 然后就很快报名义工 第一次做这个擦地这个工作 有人专门买票就看我擦地 而且我出场擦地的时候 人气比球员还要高 这个毫不夸张啊 真的 就刚才我看那个视频 我说发现 你在擦地的时候 现场还有掌声欢呼声 正是因为这个工作 我是一路从地方队擦到了国家队 从CBA常规赛擦到了全明星赛 而且擦到了如今的南蓝世界杯 没错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已经现在是擦出中国擦向世界了 大家如果看CBA的全明星赛 也有孟飞的身影 不过孟飞说实话 今天你要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好好感谢一个人 就是你的班长对吧 对 这个我当兵入伍的第一天 我班长给我一块白毛巾 让我擦地 我就看到那个明明 那个商店里边卖的有那个托布 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用毛巾去擦地 而且我觉得我是来当兵的 这个让我擦地是一种屈辱 我就在那擦啊擦 这个擦了 我在那擦啊擦 我想够地 可以理解 擦了这个有四五个小时 班长都一直很不满意 班长就是当时就是看出了我心中的不服气 就拿过毛巾 跪在地上 把那摸地板擦得干干净净 就关掉灯以后拿手电筒一照 连一根毛都没有 这个事情啊 就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告诉我这个作为命军人 再小的事情也要做到最好 谢谢老班长 所以你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位老班长 其实一直以来 我在部队的时候啊 因为当兵之前是非常的瘦弱 而且这个也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特别没有自信 但是到了部队的时候 这个班长啊就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干什么都干不好 就是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但是这个班长对我的这种鼓励啊 就是一直没有停歇 就是每次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都会在我耳边告诉我坚持做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 在部队这种经历啊 到了地方上 可能我擦地这个事情啊 大家看到很简单很平凡 但是很多人觉得屈辱 男人膝下我有黄金 而我却跪着擦地 第一人一道 其实类似的嘲讽 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我部队的这种经历 和我班长对我树立的这种 正确的价值观 告诉我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要目标明确 我不会在意前进路上的半九十 孟非到今天 他告诉自己 退伍之后 一直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三个词 自律 坚韧 热血 我们从他身上都能够感受到 不过孟非我现在比较担心 你接下来一百秒的表演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我这个人 可能和台下坐的人都一样 都是一个小角色 普通人 但是今天能够站在这个 黄金秒的舞台 我觉得非常的荣耀 我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才艺 CBA有一个主题曲 叫相信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相信自己 所以我决定在 黄金百秒的舞台上 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来 行转身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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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带给大家 是不太厉害 是不太厉害 我这个人呢 还不太厉害 那首歌的 我这首歌的 是不太厉害 其实这样的效果 从她一开口 估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因为这是她人生 第一次登台唱歌 所以对孟非来讲 其实她是一个 具有挑战精神的人 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是一次人生的挑战 不管你唱得怎么样 我们依然向孟非致敬她 依然爱你